刚生完孩子他就对我挑伤简视 大发脾气 在他眼里难道我就这么不重要吗 他自从生完孩子之后脾气就越来越大 说出来的话一句比一句伤人 我总是男人 我有自己的自尊心的 他对我和宝宝一点都不负责任 我真的不想再和他多说一句话了 掌声有请这一队 掌声有请 男嘉宾张先生32岁来自湖北 健身房店长 来 有请张先生 有请 女嘉宾范女士26岁同样来自湖北 是一名家庭主妇 来 有请小伴 有请 欢迎两位 谁要来的 不是人 是我要来的 你要来干嘛 我要来就来杀气 杀气 因为他老在家欺负我 哦呦呦呦 这可不得了了 结婚几年了 才一年 才一年啊 嗯 就这样了 嗯 你先撒气吧 来 说 怎么了 怎么欺负你的 他缺点可多了 哇 就拿不爱干净说事吧 不爱干净说事 说 啊 啊 我不是刚生完宝宝吗 在家做月子让他给我做饭 啊 他那个菜老洗不干净 哦 你说我吃的能生体好吗 我在你旁边呢 我明明是洗过放在锅里的 我看见你就把那个菜没洗就倒锅里了 只能说你没看清吗 怎么可能没看清呢 我就在你旁边呢 哦 什么菜 就那个小蛋 什么蛋 安全蛋 安全蛋要洗吗 那个壳不是剥掉了吗 行 你也够较劲的了 吃完那个安全蛋拉肚子了吗 没有 哎 那就证明他洗过 哎 行了 就就 哎呀 就是个鸳唇袋子 除了这个不洗菜 还有其他的呀 啊 那说其他的吧 啊 下班回来吧 就 一进门就把衣服一脱完 沙发上一扔 扔完他就想进卧室休息一会 就把袜子一脱 脱完他又想上厕所 就把裤子一脱 哪哪都是他的衣服鞋 哇 啊 那你希望他怎样吗 他没有怎样 是我怎样 我跟着他屁股后面收死呗 你别收呗 别收我看不过眼呀 家里脏呀 乱呀 为什么不自己收 嗯 我下班回家比较辛苦啊 然后在家也自己也 曾经也是 我们也是刚结婚嘛 我要打断一下 我觉得我还辛苦呢 我在家照顾宝宝不辛苦啊 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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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们也是刚结婚嘛 在家也是曾经也是自己生活啊 或者是父母照顾啊 可能习惯就这么养成了吧 对 突然要我一下改过来 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没错 如果你觉得不爱干净是小事情的话 那吵起架来你就砸东西 算不算大事呢 他一般都砸什么东西啊 还是砸得挺贵的呢 比如我婆婆给我买了新手机吧 还没用多久就被他给撤了 然后他自己的手机也被他撤了 然后发皮息呗 他那他摔东西是说他不经大脑就摔了 还是他有意要挑什么东西 我发脾气还不是因为你发脾气 为什么我发脾气你就要发脾气呢 我的确是看得好烦好烦好烦 真的是好烦 我很讨厌看到他发脾气 很讨厌 那你也不能摔东西啊 对啊 摔了好多呢 两部手机一个电脑 还把我几万块钱的包拿剪刀给剪了 不是你你这个是专门挑贵的下手 对他挑贵的 为什么呀兄弟 应该是我没有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但的确是我真的很讨厌很讨厌他发脾气 看到发脾气我完全就是 就是真的是想用一点代价 来希望他控制控制自己 他为什么发脾气你没问问自己 据我对他谈恋爱到结婚的了解啊 你恋爱谈了多久 谈了两年 谈两年啊 然后他的弟弟 他的哥哥也都告诉我 他在家是比较爱发脾气的 因为他是一个女孩子嘛 有弟弟有哥哥 家里都是捧着他的 不管对谁发脾气 或者发火发怒 或者语言过重 或者是对父母 或者对家里人不尊重 都有人帮他兜着 那你当时就应该别娶他呀 我曾经自认为 可以让他在这方面 慢慢地去好一些 我自己也在这方面 你觉得你可以当救世主 不不不不 没这个意思 你可以改变他 也没有这个意思 那你干嘛娶他呀 他有很好的一面呀 那不就完了吗 让他发脾气嘛 对吧 尤其刚生完孩子 你为什么事发脾气一般 我觉得我根本就没有发脾气 他就觉得我发脾气 可能是我当时 那个情绪没有控制好 语气冲了一点啊 说话声音大一点啊 他就觉得我在发脾气 我不是生了宝宝吗 我宝宝才三个月的 对对对对 有一天他休息在家嘛 我就在洗宝宝衣服 就让他带一下孩子 他就把孩子扯呀 拽呀 拉呀 宝宝就哭了嘛 随不疼自己宝宝嘛 我就当时着急 我就说你不能这样子 宝宝还这样想 我不能扯 然后他就觉得 我在跟他杀脾气 就把我宝宝的那个奶瓶 从楼上扔下去了 我心想你再怎么跟我吵 都可以 不要又摔东西呀 还是孩子的呀 孩子又没招你又没惹你 你原话不是这么说的吧 那你说说我原话是怎么说的 你把宝宝弄疼了 这句话有什么问题吗 如果你是用询问的口气 跟我说的话 我当时不会 并且也是我的孩子嘛 我也会特别小心的 孩子一哭我立刻就去冲奶粉了 他就没有 完全没有在意我再去解决 可能孩子因为饿了 我猜测孩子饿了 然后直接过来就对我一脸胸向 然后就说 你把孩子弄疼了 我们大吵了一架 我吵着把他赶回娘家了 因为以前因为他发脾气 我们吵了好多好多次 我说任何时候 你可以控制自己情绪 可以注意自己的说话方式 要尊重人 或者是同样一句话 用你刚才在台上 说出来的效果 和你当时说出来的效果 是不一样的 真的我当时的想法 就真的待不下去了 唯一的脑子里在想的东西 就是让我冷静 让我一个人待着 我回到以前自己过的生活 也蛮轻松的 蛮舒服的 行 这件事我们再放着 还有别的吗 他就是说 好像就是我在家待太久了吧 没有自己工作 就好像他养着我一样 我应该去找一份工作一样 你是这么想的吗 这个我一定要为自己辩解一下 我从来不管是 自己在话语上 或者思想上 从来没有这么想过 而且我老婆在孩子满月 这次过完年之后 有去跟她的好同学 一起去有一份工作 去培训 去参加完培训之后呢 我就立刻也去工作了 然后我就希望她 就在家和我妈一起 陪着孩子吧 在我工作 她没有工作期间 我从来没有 从嘴里说出来过 我希望你应该去上班 或者是 你不能这样在家待着 明白 那我有一个问题了 为什么你非要在我 找好了工作之后 你才去找工作呢 你就不能先踏出那一步吗 她在我找完工作之后 那她过去也不工作吗 没有工作 就我怀孕那一年 我还上了几个月班 她就是这样子算下来 最多只上了两个月班 那就她一直在陪着你 被孕是吗 就叫一直在照顾她的孕期 哦 厉害啊 挺棒的呀 可是有时候她在家照顾我 我也会饿肚子呀 她一生气了 她不给我做饭呀 哦 就是正常情况下 你怀孕期间 她都在做饭 她不管什么情况下 她脾气最大 哦 就但是这怀孕期间 也是她做饭对不对 家务也是她干是不是 对 家务也都是我做 包括买菜做饭 可是只要她一发脾气 她就不给我做饭 让我饿着 有时候可以饿一天 你真会被饿一天啊 真的 你自己的手呢 我再好奇地问一句啊 她怀孕的时候 你为什么一直陪着她 你都不工作 嗯 我们决定 应该只会要一个孩子 如果我这辈子错过了这一次 嗯 不会再有下一次了 我觉得这是蛮值得的一件事 如果在收入和这段时间去比较的话 我选择了这段时间蛮珍贵的 好 所以其实你对她的陪伴 你应该了解 女人在这个期间的种种对吧 了解 你觉得你们俩现在的关系 属于正常状态 还是非正常状态 嗯 现在的关系非正常 其实我们知道 这个时期 对于整个的小家庭来说 是特别特别 特殊的一个时期 真的是一个非正常时期 从两个人磨合开始 谈两年恋爱 其实进入到婚姻当中 没有进行生活的磨合 一步就跨到了孩子 当孩子来的时候 两个人的关系 其实是来了一个第三者 就这个家庭 被一个第三人侵入掉了 侵入之后 两个人怎么去调整 大小姐的脾气 应该怎么办 但是你在又是一个特殊的时期 所以很复杂这件事 来 三位老师 你们看怎么办吧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你现在的状态 我特别理解 我也刚生完孩子不久 然后我可以分享一些 我自己的一些的感受 给你听 是这样 我也是一个脾气不太好的人 生完孩子以后呢 说实话 月子里的时候 我也是每天很暴躁 暴怒 莫名地发脾气 莫名地哭 担心这个 担心那个 觉得天哪 明天我的宝宝 是不是要离开我了 明天我宝宝是不是就生病了 我宝宝到底吃没吃饱 他哭是因为什么呀 我现在回想那时候状态 我觉得自己有点疯了似的 在这个时期就是 我们就处于一个女人的特殊时期 因为这个激素水平 直线的下降 会造成女人的这种的 易怒啊 敏感啊 暴躁等等 但是你知道吗 当你暴躁的时候 你会让你周围所有的人 跟着你的情绪 都会变得紧张 他们紧张起来 然后就会点燃你心底的那个 更紧张的那个火苗 但你要学会自己调节 怎么调节 找朋友聊聊天 出去喝个下午茶 就是怎么样能让你 比较舒服的方式 你去找 还有一点就是 要不然就赶快工作 其实我在一出了月子 马上工作之后 身边很多朋友都说 你孩子那么小 你就扔着孩子去工作 你太不负责任了 相反 我是对自己和对家庭 更负责任 因为我知道 我要把我自己尽快调整到 适应社会的这个节奏 跟社会接轨 然后我以更好的状态 投入到家庭的生活当中 投入到工作的生活当中 这样 其实给我的丈夫 我的孩子 我的家人来说 都是阳光正面 积极向上的一面 然后男生 我要说的一点就是 其实你压抑太久了 你也可以自己出去 找一些能够让你宣泄的 方式和方法 因为既然你了解 他这个时候是特殊的时期 就多一些的理解 其实孩子这个东西 两个人可以共同地学习 共同地探讨和研究 因为都是第一次当爸妈妈 谁都不懂 对不对 所以放松心态 你们两个人 都找一个合适的宣泄口 把自己心中的那种怒气 和不满宣泄出去 就好了 谢谢 许总 我主要分享 我对两件事的一个体会 一件事是吵架 夫妻当中不可能不吵架 吵架也是一种沟通 但关键很多人呢 把吵架和情绪的宣泄呢 给合二为一了 吵架无非是两种 一种是说 我们要把这些事情的道理 我们要说清楚 一种是说 把我的情绪要发泄出来 好 我们在吵架的时候呢 通常就会发现 我只针对一件事吵架 对不对 但是你发现吵着吵着 偏离这件事 把你以前的事也扯出来了 把你以前某件事 所带的情绪 又在这件事情上去附加了 所以吵架变成了什么呢 相互的伤害 本来吵的是件事 但后面演变成了 治这个气 而且是说 在这气上 我要制服你 你气大对不对 我比你还大 我拿你没办法 是不是 我摔东西 我刺激你 你最喜欢什么 我就摔什么 对不对 我毁掉你的 这种罪爱 这会儿就是 吵架已经偏离了 吵架的本质和目的 变成了一种 以暴制暴 这是很可怕的 第二个问题 就现在特殊时期的问题 在特殊时期 我相信为孩子 女孩是觉得为孩子付出了一切 对不对 你的老公也是这样 即使他把孩子弄疼了 他不疼吗 他也疼 这你的女儿 也是他的女儿 在这件事情上 他一定不会有意去伤害的 但是反而你因为他的过时 去伤害 错了 所以说 在孩子 为了孩子 都是爱 因为这件事 你们居然还要分开 受最大伤害的是谁 就是孩子 你们共同经营 就是要共同的付出 共同的包容 好吗 就这样 好 谢谢 谢谢曲总 来 胡老师 其实 他最愤怒的 并不是你斥责他的无能 他心中最愤怒的是 你觉得他不爱孩子 但几乎所有的母亲都会这样 他会认为 在这个世界上 只有我是最爱孩子 其他人都没有我 那么在乎孩子 即便是孩子的父亲 你也会认为 他会伤害孩子 即便是无意 我的孩子 刚刚生下来 一个多月的时候 有一次我用手机去拍他 我忘记关闪光灯了 我内心 整个晚上我睡不着 我特别害怕 也许就是这闪光灯 这么一闪 会不会给他的眼睛 带来终生的伤害 但是我老婆并没有斥责 如果他要是斥责我的话 带给我的是双重的痛苦 而你就给他带来了双重的痛苦 当你斥责他说把孩子弄疼了的时候 他内心的感受是 难道我不是孩子的爹吗 难道这不是我的孩子吗 你像防备一个外人一样来防备我 你在斥责我 你此时此刻并没有把我当成孩子的父亲和你的丈夫 所以他最愤怒的这一点在于这个 我认为任何一个男人被女人斥责为不会带孩子 在这方面的无能他并不会生气 但他最痛苦的是 你居然质疑我对孩子的爱 我是孩子的爹 在这个世界上 其实做夫妻很容易 打个证就行 老公老婆的教授 但是要做好夫妻很难 当父母也很容易 生个孩子就可以 但要做好父母也很难 所以说你们是在不断地适应和学习的过程当中 其实迎接一个小生命的到来的确很高兴 但是如果你不为此而学习 喜悦马上会带来更多的悲伤 因为你无法失业 只有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你才会越来越感觉到成就感 我认为能够做好父母的人 能够应对生活当中的一切问题 因为推动世界的手 是一双摇篮的手 就这样 听明白了 没什么呀 都会碰到的呀 不着急呀 慢慢来 放松吧 我觉得婚姻没有毛病 因为现在就是你们最难的一段时期 如果这个时期度过 你们会特别幸福 因为他那么爱孩子 说明他也很爱你 你其实也是爱他的吧 所以我觉得今天你们来倒是挺好的 我觉得这期节目对电视机前很多观众是有借鉴的 因为很多人开始关注孩子 关注自己和孩子之间的关联 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示范 但是它又是另外一个让人去思考的层面 到底我们应该怎么去做 女生也是一样的 不容易加油好吗 孩子来了吗 来了 哎呀 如果你们要能出来的话 抱抱这个三个月的奶娃也挺有意思的 来吧 一起进入那几天和古方红堂 真情60秒 老婆 真的 我很难接受你的脾气 真的真的很难 但是我又知道你有另外一面 我一直以来的选择是 我很接受你好的那一面 另外一面我真的想把它藏起来 或者把它压住 或者把它按住 所以说选择了 很过激的做法或者说法 但是你也回头想一想 在我们没有吵架 我们在很平和的时候 我也教过你啊 可以深呼吸啊 可以闭眼去思考啊 去控制自己的情绪啊 我相信你能做到 我也没有要求过你 立刻就做到 对于我做那些过激的事情 或者是在你发脾气的时候 和你顶嘴 只是我用的方法不对 对不起 你们俩回去吧 挺好的 回吧 回去吧 回去吧 看起来是个公主 实际完全被王子给降服了 所以你看家庭生活里面 看起来那个张牙舞爪的 一般都是挺弱势的 看起来那个闷声不响的 其实还都是家里面的一个主导 这大概也是种规律性的东西 所以生活挺有意思的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辈诗女王换炎季期间 爱情保卫战的春季套盒 嘉义员多送一盒 改变自己做自己的女王 你家三口的浪漫曲总说 这怎么见证呢 你就见识一下呗 来 我们一起来见证 请见证 我一定会照顾好你的孩子的 努力赚钱 买更大的房子 也会和你一起改好你的脾气 抱抱吧 这个真的很浪漫 这个真的很浪漫 三个人抱抱好不好 亮灯吧 戴得真好 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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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去吧 大的不摸你了 特别想摸你 回吧 回吧 拜拜 拜拜 太可爱了 谢谢各位老师 谢谢你 拜拜